大家好,我是马丁 之前我们做过银电解槽 这次当然要来挑战黄金电解槽啦 黄金电解槽最关键的是准备两个纯金的电极 首先我拿这颗约2.5公克的金豆子 用锤子敲扁,让它变成长约5公分 宽约1.5公分的薄片 这块金箔将作为阳级 连接需要电解的K金 接着我用相同方法将一枚1.5公分的金币敲扁 这片纯金的金箔则会用作为阴级 用来收集电解还原的纯金 为了让阳级更耐用 我将一些K金饰品融化成一块金块 然后趁它还没有冷却的时候 把阳级的金箔插进金块中 让它更稳固耐用 黄金电解槽需要使用网水来制作电解液 我准备了5公克的黄金 再加入约30毫升稀释过的网水 现在来试跑一次 我将电解液倒入烧杯 把阳级和阴级都插进去 开启电源调整到约3伏特 很快的阴级上开始出现了棕色的海明金沉积 可是很快的 这些海绵金又掉落到烧杯底部 电解液中还有气泡冒出 这是因为电解液中还有很多残余的硝酸 导致还原的海绵金被残存的网水重新溶解 变得密度稀疏容易脱落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需要赶销 把多余的硝酸从电解液中驱赶出去 方法很简单 硝酸的废点很低 所以只要把电解液放在电磁炉上加热 让它蒸发到剩下约1分之1 多余的硝酸就会被排除 最后我把电解液倒入更大的玻璃碗中 测试后发现电解还原效果非常好 现在我准备把剩下的K金视频全部拿出来电解还原成纯金 为了能让阳极准确的接触K金 我用塑胶汤匙装着K金视频并且放入电解液中 随着电解进行 K金逐渐溶解 杂质则留在塑胶汤汁内 但是这些白色的杂质非常轻 很容易四处飘散 所以我又用了一个打孔的塑胶盒来装阴极 这样可以把杂质和还原的海绵金隔离 最终所有的K金都完全溶解 包括电解液也融化在电解液中 为了让最后的K金都能够变成纯金 我把剩下的K金手镯拿来当电解液 最后只剩下少量的K金残杂留在汤匙中 我准备过滤后再用网水将它们提存一次 确保不浪费任何贵金属 相比其他的提存方法 黄金电解槽有几个优势 它会更节省化学药剂 不需要额外的感烧或沉浸 只要电解液没有饱和 它就可以重复使用 不过它也有一些缺点 电解的过程会产生氯气 所以一定要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操作 氯气也会腐蚀电极的鳄鱼夹 所以要多准备几组来备用 由于海绵金量太多 即使我用的是皇冠瓦斯 毅然无法将黄金完整的融化 最后来看一下烧出来的金块 这块黄金足足有99公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